给这颗金档子画图 看不清竹杆怎么画呢 完全没有在观赏面拍摄 画出来差距会很大 还好卖装的图还在 只是卖家没有打理质杆和虚根 真正可用的竹杆需要先确定树根的布局 所以今天的图只能仅供参考 首先树干密度太大 要先舍弃一些 具体去掉了哪个树干 在什么位置阶段可以参考左边的图片 这颗金档子丛林桩够大够气势 但是现在画图就意味着要重新修装 重新修根 也就是说还要像种夏商装一样再种一次 充分说明了 很多买装的朋友是在看不明白的情况下购买的装 理由很有可能只是因为有个盆 或者想要个品种而已 卖装的朋友也是在一知半解的情况下买的 大多数卖家对装的柴景和构图都不太懂 在买卖双方都不太明白的情况下 就出现了一个奇葩的卖法 按金买 好像是越重越好 越重越贵的样子 盆景贵在造型和年工 不知道你买装是按什么买呢 画了半天只是一个异象图 希望对委托人有所帮助 我是黎湘璐 我们明天再见